注意看小地圖 井呢就帶著兵線 去想要趕快結束這場遊戲 再點主堡 可是還是沒辦法拆掉主堡 我回頭一看 怎麼剩下兩千滴血 就在這個時候 貝洋開船了 我直接跳上他的賊船 他想要去母屁 大家可以留言猜猜看 最後我跟貝洋有母屁成功嗎? 哈囉 早安你好 我是游哥 I'm Yuga 今天玩卡芬妮 他是所有射手裡面 唯一一隻普攻的時候 不需要讓角色停頓下來的射手 像我玩蘇的時候 最討厭遇到卡芬妮 因為他普攻沒有破綻 不會停頓 像其他隻射手 他只要普攻 角色就必定會停下來 可是卡芬妮不會啊 變成說像我玩蘇 真的遇到卡芬妮 只能預判再預判 那我們這場打的是泰雅 其實在以前的版本 卡芬妮是玩克亥犽的 後期啦 後期喔 我會這樣講是因為 亥犽如果他後期要直接轉卡芬妮的話 很容易會被卡芬妮連砰兩槍 那個暴擊非常痛 亥犽會直接被秒掉 可是現在卡芬妮賣充炮 已經有被削弱傷害了 沒有像以前那麼痛 以前一槍大概可以到3000以上 那現在削弱之後 一槍剩下2000多 可是你連砰兩槍 加起來也有個四五千的傷害 也是ok啦 你看你砰兩槍 假設我們最低標4000好了啦 一個射手在後期的血量 差不多6000多而已 你光砰兩槍瞬間就少了4000的血 你要怎麼玩 對吧 所以卡芬妮 只要帶暴走 還是覺得蠻強的喔 那剛剛哥德爾被三個人圍毆 真的是愛慕能助啊 只能趕快肥起來 哇這克里希彈得不錯耶 彈得棒喔 這場我們是雙射手喔 緊打野 我好懷念以前有一個射手的版本喔 這射手超級強啊 在那個版本啊 打野不選射手可能會被隊友罵 緊在我旁邊 所以就勇敢往前射 剛好這兩隻都是亥犽的克希 嘿對 那雖然沒有4分鐘 可是還是要把亥犽逼回家 其實我發現我們兩個這樣點塔速度 好像還可以 可是超人一個繞背 他的目標竟然不是推我 是想要去推井 但是一個繞背 超人就殘血了 你們有看到嗎 為什麼以前 射手版本 打野也要選射手 因為對手那些刺客 當他去抓井的時候 就會被我射到滿頭包 那當對面那些刺客 抓我卡芬妮的時候 他們就會被井射到滿頭包 可是這邊就不一樣了 我們的哥德爾 哥德爾 直接被超人壁咚到懷孕了 哇 GG 能說哥德爾你很衰啊 你剛好遇到一個自帶清醒 自帶霸體的角色 超人 他的二技能直接解控 那也是沒轍 嗨啊 目前還是怕我的 我走著走著走到河道 突然看到納克 直接挑飛上來 他的瞬間傷害很高 凝霜 有沒有辦法呢 納克很慘 納克很慘 最後納克被炮車收掉了 頭只歸在我頭下喔 然後亥犽是被井收掉了 讚啦 在塔殺我啊 我一顆頭 換掉對面兩顆頭之外 井還把外塔拔掉 那我復活吃可冰 結果發現 亥犽怎麼在躲上角草叢 他怎麼敢 怎麼敢 在那邊露頭 直接砰他兩槍 原來是草叢裡面還有一隻超人啊 這超人也是很痛耶 就撞我一下 頂我一下 不得了 我們隊友已經有兩個人要投降了 這上路看起來打得OK啦 可是在下路 慘爆了 沒關係 我們五個人都在中路 隨時都能打架 我們就是點塔就對了 艾里直接衝上來 砰砰兩槍 艾里連大招都還沒踩得出來 直接被融化 這就是雙射手的厲害地方啊 可是我們僅死掉了 剩下我沒關係 我還是輸出 超人 欸 他是不是想救隊友踩出來 成功讓我們拿到三連殺 那我呢 就去下路推推兵線 順便把外塔給拔掉 那這超人好像迷路囉 他可能在找聖誕老公公吧 迷路嘛 在找聖誕老公公 我們現在四個人又在中路 那其實我蠻想上貝陽的船的 但是我想按的時候 按不到上不了 欸 四血功要開 不開的話 我是有機會被艾里秒掉的 反正先開再說啦 最重要的是 現在我們一個人都不能造 因為我們現在雙射手都在 其實不管去打凱薩吃很快之外 連打架都很強 可是這場其實我們這個雙射手 運氣不是那麼好啦 因為他們能衝排的角色蠻多的 超人 納克 駭牙 艾里 然後另一個那個丟 又丟超級痛 我先點塔 打架讓錦去打 我先乖乖的把塔先點掉 二塔要趕快把它拆掉 哇這個納克直接挑出來 這個納克就不太對囉 殘血 我就想要賣衝砲 砰他 哎呀 納克超級殘 被他跑掉了 然後後面來了一個超人 一來就不見了 我覺得這場 他們能衝排的角色很多是沒多 可是他們沒有一起衝 就變成說 一個來一個來 一個一個被融化 有點下水餃的概念 如果他們一起衝的話 非常強 可是如果一個一個來 就會被我們雙射手 一人點一槍 口水吐一口 他就沒了 我只是去下路吃個兵線 我隊友怎麼在失蹤了 噢我的井勒 怎麼死掉了 被在那裡切掉了 直接報仇 還好我們有雙射手 嘿嘿 死了一個射手 還有一隻射手 是吧 我現在賣衝砲 砰槍也是蠻痛的啦 這個二塔好像拆不了 因為你看那個令月 超遠距離 丟一下 沒有正中紅心 我也被扣超多血 我就看著看啊 看那個經濟面板 我9000多塊 啊那個納克勒 他只有6000多 所以我敢這樣走 我敢直接跟他單挑 對 所以不要這樣學我 如果今天你的經濟 沒有贏人家很多的情況下 不要學我射手走第一 如果今天平局的話 我一定先讓隊友先衝 像這個貝羊 哦 他開車直接找到那個超人 我在超殘血的時候 好險 超人推一下很痛耶 他是不是出攻擊裝啊 不知道為什麼 他推我超痛 然後他超軟 這不太對哦 這個超人 完了我來了 我來救你了 我來救你了 有沒有 納克 他在開大的時候就被秒掉了 他是要怎麼殺人 雖然納克現在開大是有減傷嘛 可是雙射手的傷害真的太痛 因為對面有四隻可以充聯的角色 所以我不想要拖太久才結束 所以我就去無損點塔 砰給兩槍 但這個令月 再丟一下還是很痛啊 趕快推兵線 這場不能拖 哥德爾的大招他剛剛定哪裡 不太對吧 我們隊友全部被打殘 不包括我 我還想要點塔 有沒有機會 這個令月很痛耶 可是這個塔 我們可以把它拆掉 拆掉的時候啊 我就有點小調皮 覺得我還能打 哥德爾已經死了 我發現完了 納克跟超人在追著我 我死掉的瞬間起來 先按個四血弓 然後砰砰砰起來 吸血吸吸吸吸起來 反殺了納克羅斯之後 最後沒有辦法活下來 可是至少 我有換到超人 跟納克 還可以 那我復活之後看到隊友在下路嘛 就在看魔神凱撒 然後本來想要過去跟他們會合 結果愛里跟超人 有夠壞 這兩隻 直接合到蹲我 阿不就還好我們雙射手 死了一隻射手 我們還有另外一隻 所以成功的 把他們都殺光光 亥犽復活起來 還是死了 可是他們剩下一隻令月 注意看小地圖 井呢就帶著兵線 去想要趕快結束這場遊戲 再點主堡 可是還是沒辦法拆掉主堡 但這個主堡呢 我回頭一看 怎麼剩下兩千滴血 我一復活就看到有人開船 開著船 我直接搭上他的船 因為我知道他好像想要壞壞 正當我還來不及反應過來的時候 他的船怎麼可以開這麼遠啊 講辦法點主堡 最後我死的瞬間 主堡也被我點掉了 我真的來不及反應 因為他的船怎麼可以從我們家主堡 直接一度衝到對面主堡啊 這個母屁有點來得太突然了 連我都還沒反應過來 因為正常我們去偷主堡 可能會出個龍骨劍 然後再出個死神鐮刀 那我正常呢 我還沒反應過來 我就人已經到對面主堡了 只能一整頭皮去點 還好最後最後有點掉 這個母屁 我只能說官方你太狠了 心腳被揚 那個船可以開這麼快這麼遠的嗎 卡芬妮就推薦給大家了 趕快半屁點個大小小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